黑色轎车停在白色格线内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仔细看 这里就位在路口 根本不该有停车格 原来是轎车围停 而这里其实是机车代转区 像不像汽车的停车格 有一种的 很像 很像喔 汽车停车格 汽车停车格 可是这个是机车的代转区 到底是停车格还是代转区 很多人傻傻分不清 实际来到现场 果然发现这个机车代转区 大小和车格没什么两样 上面也没有说明提醒民众 这是代转区 原来之前代转区长这样 宽度较窄 空间没有内缩 很容易分辨 不过更新之后 宽度变宽 空间内缩 前后还划上红线 乍看之下 还真的很像汽车停车格 有人在这里停过 停过后来人家把它调走 汽车用路人 不要违规停车 那会造成 机车代转区的民众不变 实在长太像 就连白天都有车辆 把这里当成停车格暂停 警方也呼吁民众 停车格不会设在路口 停车之前 还是仔细看一看 免得车子被调走 得不偿失 记者黄志昌 新竹报导